你剛剛說要破音 破音 腳聲也會破音 我們現在要聊的是 上班族的平時上班壓力很大 就是他們很常陷於那種 累積壓力 然後在釋放壓力的循環裡面 對 累積壓力的時候 釋放壓力除了運動 吃東西 最常最常的就是買東西 沒錯 有網站就是會調查說 其實男生也是滿愛買東西的 超過40%的男生 妳也會是這樣嗎 我會 妳也會 會 有時候你就是真的很累 你都沒有放假 然後一直長時間的工作 我出去就是 我不是想要買什麼 我是想要花錢 沒錯 對 就是買些什麼都OK 都好 買個襪子或是買個什麼都好 我就想花錢 花錢就是會療癒 這也是妳排除壓力的方式嗎 對 我排除壓力的方式就是 運動和閱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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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什麼 你最近一本書是什麼 我就看個兩月就想睡了 不行 我看妳是買車吧 沒有... 我不買車的 我現在已經不買車了 今天就是要來 想休孩 跟大家聊聊 你們生活上跟工作上 如果有遇到壓力 什麼樣的壓力 你們會買些什麼 對 我覺得生活上跟工作上壓力 最明顯的就是 你剛踏入社會的那一刻 新鮮人 對 就是我之前 在當模特兒的時候 我曾經就被那種比較資深的 那種專業的模特兒 我就說好了沒 因為我一直沒有擺好這些姿勢 所以他就會旁邊 因為我們是一個樣人 妳是很僵硬嗎 還是 因為我那時候不會 因為我那時候剛入行 怎樣 最可怕的是 這些資深的模特兒 像你都還會在那邊現場教 你要這樣教 腿要擺長 然後他沒有 就好像被一隻 然後也不教 壓力很大嘛 對 壓力超大的 好了沒這種的 對 我就覺得 天啊 壓力也太大了 你知道我就那一次之後 我就下定決心 我以後 絕對要當雜誌社的總編輯 可是我來選你 OK 我要支配別人 對 我要支配別人 我來處理說這一期 我要找哪幾個模特兒來 對 然後為什麼要下定這個決心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壓力太大 然後後來我就要吃信奉 你知道嗎 我就買了這咖包 因為我覺得總編輯都是這樣子 還沒 當上就先買 對啊 對 就還沒 總編輯都是這樣走路的 有沒有 展示這個包... 展示2號... 來 今天小蜜幫我們拍 好燙 好燙 今天小菊幫我們拍 就是這樣子拍 這是妳那時候買的 對 我那時候買的 但是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都還沒有使用過它 真的好新耶 很年輕的 全新的 因為我完全沒有使用過 多久了 大概快10年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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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有了 對啊 所以她很過時了 對 你知道嗎 我就是那時候當下 我真的不知道發了什麼神經病 你知道嗎 我當時因為很年輕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看到 這個尺寸的包 因為它太大了 所以我現在來回顧它 我就覺得 這以後我兒子要娶媳婦的時候 我才能夠寫 在生活上面 因為兒子還假在工作上面的狀況 因為我個人每天晚上 幾乎都是要寫東西 寫稿子等等 然後每一年可能都要出書 等等的狀態 然後 財子 重點是因為很多保養品 或是說像精華液 麵床什麼什麼 基本上你可能要寫這些 文字的敘述 老師 都很像 我很佩服你們 因為保濕類的東西 真的很難寫 它就是保濕 補水 很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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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就會有時候會撞牆 然後有一次我就在電腦前面 也是等了很久 然後說怎麼話都寫不出來 然後我就上網去看了一下 購物網站 你知道嗎 我一看 天啊 被一個slogan看到 你知道它寫 集中思緒 打開你的腦神經 我想這什麼東西 很棒的啟發 對 我想說這很棒吧 腦神經 很需要 對 就很適合我這個工作 可能會打結的時候 我就買了這個你知道嗎 瓜瓜本 你知道嗎 我為了瓜瓜本 我還幫瓜瓜本的這個 瓜瓜棒買了一個家 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要把它擺在我桌上 好像我隨時都可以刮一樣 刮掉 要把它畫掉 然後你就會把這個金色刮出來了 然後摩天輪就出來了耶 然後它就變金色了對不對 對 你就會刮成一幅漂亮的畫 所以很多那種排行榜書 那種療癒都是畫的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可以集中精神去做這件事情 沒錯 然後我那時候有刮了大概一小塊 你知道刮完之後 那個屑屑就一直往地上掉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又要在那邊親 然後我們家狗就過來想說 有什麼小餅乾可以吃了 就會只要我旁邊抓我的腳 它以為有東西可以吃 對 所以我再一整碟放在這邊 我幾乎都完全沒有動過 你看我每一個風景都有 後來我想說不行 我還是要集中我的思緒 我換了一個方式 集中思緒 你知道我換了一個方式 我去買了一個比較 不用去刮的 它只要組裝就好了 就是我家養的狗的積木 你看 好小喔 你家養了我積木 是芝臘腸嗎 我是芝臘腸 然後我買到三個不同的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個如果把它組起來的話 是不是可以很有成就感 只會可以集中我的這個 專注力可以把它集中 把它組起來 你知道嗎 我一打開來的時候 傻眼 天啊 這個是整人積木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怎麼說 怎麼會每一個都這麼小顆 好小喔 它不是本來就這樣嗎 它不是一片的 很密集這樣 它就是用燒成灰鏡 然後擰住 沒有 有些肌肉是一片的 它是一顆一顆 而且它們一定有整個一樣 你要把它排得很整齊 然後再把它卡上去一個一個卡 再卡出這一隻狗來 這個組完會遭遇 我覺得當下買的時候 是有紓壓到的 紓壓到 買的當下紓壓到 對 像我後來是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就有一個小朋友 因為他小朋友上課的時候 只要遇到有遊戲課的時候 他就會特別興奮 然後他小孩就很嬉鬧 我就唸了他幾句 結果後來一下課 我就立刻收到家長的投訴 然後老闆還不聽我 老闆覺得說 是我對那小孩沒有耐性唸他 他叫我說下次你要注意 上課的時候 就是要對小朋友有耐心一點 然後我下班之後 我就立刻衝去百貨公司 然後買了這件衣服 好美喔 好帥喔 好帥喔 很好看的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我穿這件衣服 我嫁入好門就再也不用收他們 當家長的時候 當號叢 這件很貴嗎 很貴嗎 看起來就很貴 有跳扣嗎 還沒跳扣 有折扣 然後還沒跳扣 是這樣 好貴喔 貴 那妳有穿過他嗎 還沒 不是 沒有穿過他 因為地方媽媽都有地方媽媽的壓力 每天就會有面對小朋友的壓力 然後加上我的工作 有工作的壓力 有的時候你走在路邊 現在很流行夾娃娃機 以前很流行 以前很流行投籃球機 現在夾娃娃機非常盛行 然後你想說好吧 反正也要花大錢也花不了多少 不如就還花個小錢 來投個夾娃娃機好了 我就站在一台娃娃機前面 想說哪個小朋友比較喜歡 之前流行蛋黃哥 就來夾這一台好了 然後就夾 夾一百塊錢已經過去了 想說還夾不到 然後又看上面 250元才有保證金 不管了 趕快再來繼續夾 夾到已經230了 想說蹭蹭20沒有零錢 跑到隔壁的潮市去換 換回來之後 我離開那一家夾娃娃店 花了大概550元 那妳有夾到嗎 那可以夾兩支 沒有夾到 不是保證取貨嗎 不是兩支 老闆後來有過來 老闆說小姐我爸爸幫妳打開 然後放在洞口 妳撥就可以下來 我就說不要 不要 不要 地方花花 有地方花花的 玩遊戲當烏鴉的感覺 對 不用 她連續來了兩次 而且後來陸陸續大都走了 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夾 夾到後來想說算了... 500塊錢算了... 然後真的我連一直都沒有拿 因為我覺得那不是屬於我的 算了 就不要了 然後我就走走 走到前面好時不時 有那種五金百貨行 有一些五金百貨行 有賣小朋友的玩具 對 有賣玩具 然後余光就聽到一個聲音 ... 那聲音 然後我好耳熟的聲音 余光一轉過去看 加我娃娃機 雷達世界 我就把它買回去了 我就把它買回去了 而且我跟你說 我買回去的時候 那塑膠帶很大的 然後放在裡面 然後我小朋友超開心說 媽媽妳買了什麼東西回來給我 他們打開的時候想說 媽媽 這是用來幹嘛的 我說這是用來獎勵你們 如果好好做功課的話 我就會把獎勵瓶放進去 你們夾到劍龍的話 就可以玩10分鐘的電動玩具 夾到暴龍的話就可以玩什麼 這種是快感 對 但是因為我女兒太粗魯了 我女兒幾度她都夾不到 後來她就伸手 用撈了 從這邊進去撈 然後把她的線撈回來 她是真的可以用的 只是她現在再也沒有辦法起來了 就是她的爪子 只能一直這樣滑 肚臟 肚臟 不能修 所以小朋友可以修吧 我家那台就修好了 我家也有一台 因為超紓壓的 這真的很紓壓 這真的很紓壓 這真的要頭銜才能夾 她就是她的錢幣在這邊 她的小錢幣 對 負錢幣 然後錢幣丟光沒關係 一塊錢也可以丟 她一塊錢尺寸也可以 她也有更厲害的 妳不用頭銜進去 妳的錢幣一直在這邊 卡在那邊 可是之前新聞真的有說 有人就是為了紓壓 他買了彈珠台回家 她就每天投10塊錢這樣 她一年存到出國的旅費 對 6萬多塊 因為那個彈珠也滿輸壓 因為我自己下其實很邋遢 就沒有像我電視這樣講 而且我包包什麼 都是用一般般的牌子 只有在重要場我才會悲悯牌包 但真的有一次 就是她是很明顯 我在那邊翻寫東西有沒有 然後後面就一個人 還就說 不是女明星嗎 穿還穿平底鞋 還髒髒的 然後還說包也還好嗎 明星不是都賺很多嗎 可是講的音量妳聽到 就是我聽得到 就擺明是講的東西 雖然我背對著她 但我覺得她是故意在刺我 你知道我那一次之後 就火大了 我就想說好啊 看不起我這個地攤貨的包對不對 老娘買一個C牌的包 來 這個嗎 這個卡 爽喔 帥喔 這卡是很新的耶 這個感覺好像也滿適合我 在那邊看 妳今天顏色很搭 對 很好看 這很好看 這穿牛仔褲 穿洋裝都很好搭 這個可以 對 這是新買的 這是新買的 就是因為鵝魚 對 有這些鵝魚我的眉頭 我就開始買它 而且你知道這有一個背法 你知道嗎 所有的那種地方媽媽 在背這種包的時候 絕對都要這樣子 這樣 關節炎的開始 一定要這樣嗎 你不覺得 對啊 你沒有發現 很多人背一些那種 絲巾的那些牌子 都要這樣背 對 就會這樣 另外一種 就這樣直直一點點 來 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永遠無法這樣背包包 會很痛嗎 因為我只要就是一這樣背 我這個肌肉就會炸出來 草莓根本沒有用力喔 你看 你看 你好像頭肌耶 我根本沒有用力耶 我每次這樣飛人家都說 你的包包是不是很重 我說沒有很重 可是 你怎麼會有肌肉 我不知道 很壯 因為它底下脂肪比較少 真的 對 被激到了 對 被激到 就會忍住 就是忍不住想要花錢買 但這個包到現在 我也是沒有背過 為什麼 母姐會就 背去 可是我就是很低調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要買這個包 也是衝動消費 對 也是衝動消費 不過謠言真的很可怕 因為現在有一次我在百貨公司 有一個活動要邀請我 然後那個品牌 其實它很早 它有跟我說 因為我們有回覆它 就是說那個時間可能還不確定 因為有 因為那天也有別的工作在這樣子 那我們回覆還不確定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也沒有真的答應它 所以時間快到了前一天 就是確定回覆它說是不能去的 百貨公司的公關覺得說 我好像看不起那個牌子 就是類似那種耍大牌 類似什麼樣就對了 所以我就不要在百貨公司買東西 然後你就旁邊 百貨公司外面不是有很多小店嗎 然後我一看到小店 天啊 我就看到櫥窗 怎麼會有一隻這麼可愛的熊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喜歡公仔 然後我就去看 你知道這隻熊它多可愛嗎 它是按摩熊 你看喔 然後你看它開始按了 對 按哪裡 你看你的腳 你的腳抬起來 你看 你看 它幫你搓腳腳耶 有看到嗎 好可愛喔 很猛耶 那妳可以把它放平腳 我可以跨上去 這樣踏了嗎 其實有力道耶 有嗎 有力道 那如果肩頸怎麼辦 有力道 等一下妳看要過來用它這個線 這樣子 很可愛 它其實有力道 它其實有力道 有耶... 有耶 是舒服的... 可不可以換我太陽穴是不是 不好意思 妳的表情 好奇怪 妳的表情 妳的表情 好奇怪 不好意思 是滿舒服的耶 我有一次去逛街 然後那時候 因為就生理期來之前 女生不是會長一些痘痘嗎 對 皮膚會比較不好 然後就跟朋友去逛街 然後去買飲料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妳是舒子晨好 我說對啊 我是啊 我說妳好這樣說 可是妳電視上皮膚看起來很好 可是妳怎麼會長痘痘啊 人都會長痘痘 人都會長 但是我就是當下有點生氣 我就衝去百貨公司 買那個L開頭的保養品 海洋什麼納那個 真的喔 那個可以製痘痘嗎 買一組 一組很貴耶 一組 幾萬塊的耶 重點是那個很滋潤 就是擦了 就是痘痘又更... 會去製痘痘 真的假的 長痘痘 可是長痘痘會 講痘痘 對 講妳長痘痘會 妳會不熟 不是 是我會覺得 妳也不看妳自己長什麼 因為我 她憑什麼這麼說妳 真的 對啊 妳自己長 長到眼睛都看不到 長一顆痘痘 所以女生會很忌諱講不懂 很在乎 而且有些事情是我沒有辦法改變 像是我本來皮膚就是比較黑 就是比較深 然後當妳跟一群女生 在一起拍照的時候 就有會有一些人說 要開修圖模式 然後整張修起來 她就說 森惟如怎麼開到舞最亮 妳還是黑的 妳就聽到就會超火大 妳知道嗎 然後她會跟你講說 妳不是才30出頭 怎麼皮膚就蠟黃成這樣 我想說 我就是龍的傳人 皮膚天生就是黃 沒有辦法 因為這就是天生的 妳一直沒有在追求白 沒有 我有在追求白 有 我很care這一款 對不起 對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氣到 我就想說不行 我想要跳那個 我的保養品雖然就是一般等級 但我想要跳到更高階 因為覺得高階比較厲害 所以我也去買了百貨公司 一組要價1萬多塊的保養品 這也是滿厲害的 妳看看 一組 兩組 一樣的牌子 一模一樣的 好像沒有用過的感覺 對啊 有什麼牌都不用 常會被激怒 對 我就是激怒買了這一組之後 我後來才聽人家講說 他是建議我說 就是我年紀可能到40歲以上 再用這一組 所以妳要放到40歲再用 過期了 我跟你講真的很療癒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動作 就是你買很多東西 像你買香水 買保養品對不對 買很多囤災那 但是有一天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再把它打開來 這樣拿起來端享 你不覺得很療癒嗎 對 是吧 就是 妳買了兩組 對 真的是妳會衝動然後紓壓 紓壓 不用沒關係 但是很爽 對 重點是因為它也太貴 我也捨不得用 對 那妳買幹嘛 就也講說等到40歲左右再用 這很貴嗎 一盒多少 這一盒要快2萬塊吧 1萬多塊 因為它一瓶乳霜就要1萬多塊 我拜託妳用好不好 對啊 妳不要等到40歲 不行 這我 端享也是療癒 可是會壞 沒關係 端享也是療癒 這很瘋狂 但我自己 是因為我老公的關係 有一次我們去逛百合公司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黑頭髮 然後她就在笑 那個樣子在笑著笑臉 她就一直在看 我說老公妳在看什麼 天啊 2萬元買一個用不到的包包 每一個大部分都差不多2萬 而且你吊牌都沒差耶 對 價錢還在裡面 大家要買的時候 你就很開心 限量就很快 限量 限量 對 因為我後來看到 只要心情不好看到這隻金狗 我也覺得好像 還滿舒服的 還滿舒服的 因為真的背它